2009年,刚刚打完结婚报告的军人陆磊,正跟女友潘小霞分享这个好消息,一不留神,两人都被急驰而来的车子撞飞了。 事发30分钟后,才被路过的战友发现。 短暂清醒的陆磊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让医生先抢救自己的女朋友。 结果经过抢救后,女友潘小霞就算是能够醒过来,可能智力也只有三岁。 面对这个结果,陆磊想也没想,就决定把潘小霞娶回家。 如今14年过去了,陆磊有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潘小霞如今怎么样了呢?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对不离不弃的情侣,其实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而且两人从相识到确定关系,不过才一年的时间。 2008年春节前夕,正在部队训练的陆磊接到了老家父母的电话, 母亲要求陆磊趁着年假过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婚姻大事确定下来。 听到父母的安排,陆磊十分地抗拒,才25岁的陆磊,周围的同龄人都已经确定了关系, 而陆磊因为在部队平时时间很紧张,所以还没有对象。 着急的父母,在一年的时间里,没少给陆磊介绍合适的对象。 可实际上,陆磊却在一次次相亲中对相亲失去了兴趣。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陆磊的时间十分有限,不少相亲女孩对此特别的不满, 既然给不了时间,那么就满足物质要求。 但结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跟陆磊相处的女孩子几乎都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作为两人婚后的居所。 但这个要求,陆磊根本无法满足,于是接触几个相亲对象后, 陆磊也对相亲特别的抵触。 可是父母也是为自己好,即便陆磊十分抵触, 还是答应妈妈,过年就回家相亲。 回家后,陆磊的妈妈也告诉儿子, 你不要板着脸,今天介绍这个女孩子特别的好, 你渐渐就知道了。 本来已经做好被拒绝准备的陆磊,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遇到了想要相守一生女孩子。 她就是潘小霞。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陆磊就被对方温柔的笑容感染。 相对而做两人聊天的时候,陆磊发现, 潘小霞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 谈及结婚的时候,潘小霞并不像其他姑娘一样, 把房子看得比感情还重。 尤其是潘小霞说道, 我觉得两个人结婚,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我有工作也有工资,不需要太多物质方面的追求。 因为这一句话,陆磊下定决心, 要马上回去打结婚报告。 我就感觉我给她结婚是理所当然的, 我之前的话对她有过程度, 我肯定要去实验我这个陈磊, 我要想一下,感觉她自己做对了, 她想说我是对的, 我愿意,就是说陪着她慢慢慢慢地长大, 然后再陪着她慢慢慢慢地老去。 2009年,刚刚打完结婚报告的军人陆磊, 就与女友双双遭遇车祸。 事发后,陆磊却要求医生先救女友。 随之经过抢救后, 陆磊女友潘小霞智商只剩下三岁。 所有人都劝说陆磊分手, 陆磊却执意要将女友娶回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09年,领导告诉陆磊, 她的结婚申请报告已经通过。 听到这个大好消息,陆磊慌忙跟女友分享喜悦。 没想到, 两人有说有笑地商量着婚礼怎么举办的时候, 一不留神, 迎面而来一辆急驰的汽车冲着两人撞了过来。 陆磊和潘小霞根本没有机会躲避, 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 被汽车弹射到了旁边的花坛里。 令人揪心的是, 赵氏司机选择了赵氏逃逸。 当时两人所处地带十分荒凉, 两人足足在地上躺了三十多分钟, 恰好有一个战友请家路过, 才终于被发现。 等到战友帮忙拨打急救电话后, 稍微清醒的陆磊, 忍着浑身的剧痛, 朝着自己的女友潘小霞看过去。 结果看到的是, 潘小霞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后脑勺下阴晕着一滩血迹。 陆磊心疼难当, 当时就请求医生, 你别管我, 你赶快救救他。 被送到医院后,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救治, 医生却告诉了陆磊 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 医生告诉陆磊, 你的女朋友当时后脑勺撞到了石头, 伤到了颅脑, 很可能醒不过来, 成为植物人, 如果醒过来, 也可能会影响智力。 当时拖着一条伤腿的陆磊, 再也坚强不起来, 坐在医院崩溃的嚎啕大哭。 脑子里缓在想着, 潘小霞明媚的微笑。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陆磊自然不可能在女友最危急的时候, 离他而去。 反而是每天守在潘小霞身边, 按时地给潘小霞擦脸擦手翻身体。 两人住院后, 双方的父母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看着昏迷不醒的潘小霞, 潘家父母看着陆磊的眼神, 都带上了责怪, 仿佛在指责陆磊, 怎么没有保护好潘小霞。 而陆磊的父母看着陷入沉睡的潘小霞, 内心也是十分复杂, 既害怕潘小霞一辈子醒不过来, 儿子心里留下阴影, 也害怕潘小霞醒过来, 治理有损, 成为陆磊的拖累。 此来想去, 陆磊的父母还是决定要为儿子的将来考虑, 劝说陆磊跟潘小霞分手, 省得一辈子被拖累, 将来后悔终生。 但是, 面对这些劝分的言论, 陆磊就像是能够自动过滤一般, 每天都按部就班地来到医院, 按照康复师的建议, 开始给潘小霞进行肌肉按摩。 也许是陆磊的努力感动了上仓,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 陆磊见证了潘小霞奇迹苏醒的全过程。 看着睁开眼睛的潘小霞, 医生却一脸为难地摇摇头。 明明潘小霞已经清醒过来, 为何主治医生的反应如此奇怪? 面对醒过来的女友, 陆磊又会做何选择呢? 2009年, 江西女孩遭遇车祸, 醒来后却被医生诊断, 智商只有三岁。 看着浑身是伤的女朋友, 军人男友却不离不弃, 不顾所有人反对, 执意要把女孩娶回家。 面对智商只有三岁的女友, 军人陆磊有没有后悔, 两人现状如何了? 江西女孩潘小霞遭遇车祸, 被送往医院后, 曾经被医生诊断可能成为植物人, 经过男友陆磊二十多天的努力, 潘小霞终于清醒过来。 但是主治医生看到醒过来的潘小霞, 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结果, 潘小霞虽然醒过来了, 但是智力只有三岁孩童的水平, 而且这种情况康复的几率几乎为零。 听到这个结果, 最先崩溃的是陆磊的父母, 两人纷纷劝说陆磊放弃潘小霞, 找一个健康的女友结婚, 但陆磊却不愿放弃, 不要再说这种话, 我是不可能放弃小霞的, 不管他将来怎么样, 会不会恢复, 我都决定要娶他。 2010年, 潘小霞顺利出院, 虽然智力停留在了三岁, 但他的身体基本恢复健康。 一年的时间, 潘小霞几乎盼若两人, 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潘小霞, 医生使用了大剂量的药剂, 这些药剂导致原本一百斤的潘小霞, 变成了一个体重一百六十多斤的胖妹, 而且智力也停留在了三岁, 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负担。 而陆磊却坚决不肯放弃潘小霞, 用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说服了父母, 把潘小霞给娶回了家。 两人结婚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不看好, 认为陆磊总有不耐烦的一天, 迟早都会离婚的。 可是看笑话的人, 足足等了十四年, 陆磊不仅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 还带动全家人, 把潘小霞宠成了小公主, 成了人人羡慕的姑娘。 自从两人结婚后, 陆磊就把潘小霞放在第一位, 虽然医生断定潘小霞治愈的可能性为零, 但陆磊依旧不愿放弃, 四处打听可以看潘小霞病的医生。 陆磊因为工作的原因, 平时不能时刻陪伴在潘小霞身边, 陆磊就拜托父母帮忙照顾。 虽然陆家父母嘴上对潘小霞很不满, 但看着遭遇车祸智力低下的潘小霞, 还是心疼大于嫌弃, 把潘小霞照顾得特别的好。 2013年, 结婚两年后, 看着潘小霞一天天变得开朗, 陆磊带着潘小霞到医院做检测, 医生也告诉陆磊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潘小霞的智力已经从三岁长到了六岁。 终于看到了希望的陆磊, 为了尽可能锻炼潘小霞用脑, 还跟父母商量领养了一个孩子回家, 在陆磊和孩子的陪伴下, 潘小霞慢慢地学会了很多生活常识。 2015年, 陆磊带着潘小霞来到了中国梦想秀。 当观众听到陆磊和潘小霞的故事, 都被这段超越物质的爱情深深地感动。 如今距离车祸已经14年过去了, 虽然潘小霞的智力还没能恢复到正常人水平, 但是在陆磊的不懈努力下, 潘小霞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完全生活自理的人。 时间流转, 不变的是陆磊对潘小霞的宠爱。 为了给潘小霞积福, 陆磊也拿出自己的奖金, 成立了爱心基金, 想要为相似的病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